No, nigga, I'm on Pum, name, select, back Pum, name, select, back Pum, name, pum, name, select, back Pum, name, select, back Pum, name, select, back Pum, name, select, back So,哈啰,大家好 我是Technic中文版的Burner CK 今天呢就带大家看看这个全新发布的 Samsung Galaxy S24系列有什么重点啦 一如既往的 S系列有三个版本 分别是Samsung Galaxy S24 S24 Plus 还有S24 Ultra啦 而Galaxy S24 Ultra版本的机身 采用了全新 Titanium材质 外观变化不大 但是观感却因为配色和材质的升级 直接拉满了高际感以及美感 这个简单既复杂达成的设计效果 我怀疑是Samsung用Galaxy AI弄成的啦 OK,我讲笑不了 政绩确实非常美丽 尤其是主打的Titanium Grey 另外三个配色呢 则是有黄色、紫色以及黑色啦 而Galaxy S24和S24 Plus呢 前后设计基本与前代保持一致 后盖升级为Armor Aluminium 2.0 并且支持IP68防尘防水 至于配置方面 Samsung Galaxy S24以及S24 Plus 搭载的是Exynos 2400芯片 最高存储规格为12GB加512GB Galaxy S24 Ultra呢 则搭载的是Snapdragon 8件3处理器 最高为12GB加1TB存储规格 电池容量则为4000mAh、490mAh 以及5000mAh啦 摄像头呢 Galaxy S24 Ultra采用的是厚值4摄像头 200MB主色、12MB超广角、12MB三倍长焦镜头 帮你进行即时翻译 让你即使是跟外国人沟通或是语言不同的情况下 都不会有G同亚奖的状况啦 又或者是你在跟外国人信息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来打字 然后发送之后 AI会自动完成翻译 也就是说 从今天起 只要你有Samsung Galaxy S24系列在手 你想考韩国妹就考韩国妹 要考日本妹就考日本妹 语言不再是你们的问题 因为AI 爱 是不分边界的 接下来就是Nood to Assist啦 对于写笔记或者办公的人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啦 比如你写下了一堆草稿笔记 AI会帮你处理成数码文字 同时也会美化你的笔记内容 而且 用户还可以根据五种不同的格式 生成读标、电子邮件、检阅memo等等的功能 来把自己的笔记用得美美的啦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最厉害的功能 也就是这个Sircle to Search啦 这个功能是蛮厉害的 而且非常的精准 比如你看到对方的鞋子好像很美 你想要看看它的价钱以及它是什么牌子的话 你只要打开相机 长按AI按钮 并且对于那个物品画出一个圈圈 AI就会把你顺利的找到那个有关的资料啦 最后就是AI Photo Editing功能啦 有时候我们拍照的时候 把照片拍歪了之后 是不是要手动调整回来 但是就会把旁边的背景也删除掉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AI功能 就可以将照片还原掉丢失的那一个背景 补回来啦 然后好玩的是你还可以复制Object 还是Remove Object啦 比如你跟一般朋友拍照 其中一个是让你比较不顺眼的 你可以拍了照片之后 用AI再Remove掉你这一个朋友啦 这样它就不会出现在你们的照片里面了啦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这个Galaxy AI的功能 其实呢 Samsung Galaxy S24系列里面的AI功能 真的有很多可以讲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把Galaxy AI的所有Function 留在下一部影片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啦 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关注我们Technik中文版啦 我们下一期见 Bye